17届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全國科展在雲林 僅396届 比估將又來自22的縣市 以前800名師生參加科學競賽 雲林縣政府呢 是台灣光復營第一次舉辦中小學科展 我們這一次結合了三個大學 一起來參加這樣的活動 那中小學科展呢 坦白講是全國歷史最多久 規模最大的官方辦的這個 國中高中以下科展的這個競賽 每年多大概1800個師生 到我們這個主辦縣市 那麼也就是全國各縣市 幾乎要前三個以上 才有反覆一定在上 前兩年一定會進來 才會進來 所以這個競賽非常激烈 而且就是說所有的國中小的精英 都會到這邊 而且來不是困擾 來就待在我肩上 雲林縣難得 有辦理這樣的一個科學展覽 我們需要說透過這樣的一個全國性的一個活動 讓科學教育在雲林縣可以紮根 也可以讓我們的小朋友可以 利用這樣的一個宗旨 讓它更發光發亮 那今天蠻特別的 就是我們利用我們背景 我們有看到我們的整個 路過圖形 我們用我們的溪火大橋當地雲 我們的八色鳥 當背景 那還有我們的防大鏡 那最主要是要突顯雲林縣 一個榮葉縣市的一個特色 那兼具環保的一個生態的一個保護 那我們希望說在這樣的一個精神之下 我們用放大鏡來小心的求證 來激發我們的同學 一個融入人文的科學 跟環境的一個發明的一個精神 那我們希望說透過這樣的一個教育 讓我們在雲林縣可以成為 將來是我們的科學的一個基地 讓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科學它是結合生物和智慧的一個 一個結果 那我們透過不斷的一個實驗 不斷的一個驗證 讓臉經的成果 可以在我們的生活中 提供更多更好的一個便利 那今年很難得來自全國各縣市 有很多的 應該說科學發明者的一個好手 起居一堂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競賽 通過這樣的展覽 我們可以提升國內科學發明的一個 一個應該算是說 我們從小就可以炸 從我們的中小學就可以炸 那我在這裡特別代表提基隆現在 歡迎所有的科學的愛好者 科學的探索者 可以在7月24到7月30號 來到雲林 來到雲科大 來參加我們 精心為各位準備的 2017全國科展在雲林 第57間 謝謝各位 謝謝 歡迎全國中心的心音中掌聲的老師校長們 一起到雲林去參與全國科展 歡迎大家 群集超學才 轉移耀努力 高崇 各位 誰